很多人不敢相信我是一个人出来的 其实我就是一个人担任单车自驾 前段时间是我男朋友休假 过来陪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后来他单位有事就回去了 因为我男朋友这个工作的性质 他是不被允许出镜的 所以我就是一般都拍自己 给大家看一下 主驾驶 副驾驶放了老鼻子东西了 然后这脚底下 开车人必备一双拖鞋 没事就穿拖鞋 然后开车就是穿运动鞋 什么水杯啊这些乱七八糟的 都堆副驾驶了 后面呢这边是被褥 这边是放的书包和电源 后面还有两个箱子 这就是我全部的身家了 我列了一个提纲 大家问的一些问题 你自己一个人不害怕吗 其实这个问题吧 我肯定的说我不害怕 但是这一路上呢 我也遇到了很多自驾的朋友 他们见我一个女孩子自驾 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天哪你太厉害了 其实我感觉很多人 觉得我还是挺虎的 但是呢怎么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 我有很多年的旅行经验了 在高中之前吧 我一直都是连县城 都没有出过的小姑娘 但是高中的时候 就特别爱看书嘛 就是在书里面看到了 这个世界的精彩 看到了很多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很深的向往 于是在高三的时候 我自己拿着300多块钱的伙食费 问童桌借了200多块钱 还借了她的身份证 然后就去北京去玩了 最后被我妈发现给我救回来 非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但也从那之后 我就对旅行这件事情 就像上瘾了一样 我就越发的想去看看 这个世界的精彩 上了大学之后呢 我就拿着我的零花钱呀 坐着绿皮火车 住着青年旅社 走遍了全中国好多好多地方 那段时间是真穷 但是也是真开心 真长见识 对我来说 旅行和在路上 是很生活的一件事情 很家常便饭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害怕 然后呢 大家挺关心的 就是一个人睡在车里 这些安全问题 是怎么保证的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驾和睡在车里的 一些安全经验吧 首先呢 就是晚上住车位置的选择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那种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一定不要选择 且不说它安不安全 就停那种地方 你自己感觉慎人波 然后我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呢 就是有安保 有监控的停车场 这样是最安全的 不过一般都是收费的 如果大家想省点钱的话 也可以选择那种 在市区里面 免费的公园的停车场 这种停车场呢 一般环境还是不错的 那最最最不计的 大家也一定要选择 附近有人家的停车场 停车好吗 这样我们遇到坏人的几率 就会大大降低了 其次呢 就是大家如果睡在车里的话 这种遮光隐私帘 一定要背上啊 一个是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再一个呢 就是要有那种没深浅的人 趴着窗户往里望的话 那场面可是相当吓人的 咱也可以避免一下啊 那车外的安全保证了 车里的安全也一定要保证啊 因为我们是在车里睡觉 一个密闭的空间睡觉 一定要防止窒息 我一般呢 都是留足电量 开空调睡觉 看看我晚睡觉 是怎么设置的啊 一般都是开成外循环 通风模式 调成25或者26度 一挡风就可以了 这样睡觉很安静 没有噪音 而且呢 外面的新鲜空气 会进到车里面 最主要就是开空调睡觉 比开窗睡觉可安全多了 而且还不容易有蚊子 一晚的耗电 大约在3到4度吧 最后呢 就是要睡觉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 按一下车内的反锁键 这样从外面是打不开车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自驾驶 睡在车里的一些小妙招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吧 现在中国的治安是非常好的 现在出来玩 遇到危险的几率 很小很小 不过呢 我们自己还是要有安全意识 和安全防范的措施 这样才能玩的开心 玩的放心嘛 好了 我是二娘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